去年底李佩旭因嚴重常阻塞而疏愿 今天病后付出宣傳信息只为你停留 看到剧中肌肉喷发的身材 看来是通通练回来了 因为我去年不是生病吗 生了一场大病啊 救急复发 那那个时候报受了嘛 那后来跟随着养病呢 我就是这个尽量让身体多一点养分 就是再回复期嘛 那所以呢 那就跟随着训练呢 那又有好的营养状况之下呢 其实这个健身好像又可以再练得更好了一点 那其实在康复期的时候 大约是10月11月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高层已经来跟我讨论这部戏了 那当时也就决定了说 那干脆把你的形象呢 就是拿出这个健身这一部分 跟乔凯腾相连接 那所以呢 我接下来工作呢 就除了在把我的身体就是恢复之外 我还要维持好就是这个 因为乔凯腾他是一个前三铁国手嘛 这是运动员的身份 那就我就尽量的维持着啊 那可是呢 这个相对这个 这拍戏时间越久啊 那个因为你知道拍戏生活总是相当辛苦啊 那就会慢慢慢慢的销售了 所以呢 可能只为你停留 这四个月拍摄完之后 我的体脂肪又会回到非常漂亮的数字 目前已经在变瘦了 一定在变瘦了 而许久我也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李沛序 爱搞笑的个性依旧不变 不仅在首映会现场 连在拍戏的时候 都害了小薰等其他演员笑的不要不要的 真的啊 很难演戏 很难演 嗯 没有啦 因为之前也有其他演员说过 你问我看阿泽啊 佳妍啊 对对对 也一样 他们都经历过这一段 对啊 嗯 嘿 但没有啦 因为呢 这个 呃 喜剧啊 我在这个本剧的《只为你停留》当中呢 在担任是比较这个开心的角色 嗯 那喜剧很强调的呢 是这个演员之间 彼此之间的那个熟悉度 嗯 那 这个是我个人的小撇步啦 我总是希望把这个 越生活上的接触呢 生活上越多的情感连接呢 把它放在戏里面 让它自然而然的呈现 那我觉得是最好的 嗯 所以辛苦各位啦 辛苦啦 辛苦啦 很开心 很开心 辛苦啦 让我们的感情 一下子就可以变得很好 哇塞 你们怎么做 后面讲都不是这样的 对啊 只能说玩笑要开 但身体也要顾啊 家里还有一个老婆的幸福 依赖着你哦 ETV新闻网采访报道